哈喽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空巢老人 但你们听说过空巢青年吗 空巢青年指的就是和父母亲人分居 独自租房在外的单身年轻人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空巢青年的故事 在外独居四年的小郭 每天如一日的过着日子 精准的把自己的食物和时间分配成好几份 但是没有亲朋好友在身边的日子 还是有点凄惨 做什么都是一个人 过生日也没有人陪 其实小郭曾经交过一个男友小王 但是小王脾气不太好 心里装着的也只有自己 最后小王还未去外面的花花世界 看一看离开了 分手后小郭那个伤心欲绝 每天去寺庙磕头求前男友回头 可是两年过去了 小郭也没等到对方回来 那小郭也就不去想那么多了 专心把自己活得精致一点 但是没想到生日这天小王竟然回来了 小郭激动的话都说不出 现在的小王已经有车有房 在大城市安定了下来 炫耀了一番自己事业有成后 最后小王还强调了一下 自己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这次回来就是专门为了小郭的 而且他的脾气也改了很多 学会了向小郭道歉 小郭一下子就被击中了芳心 已婚已孕的好闺蜜一直提醒小郭 让他不要忘记当年的痛 但是小郭还是决定要给小王机会 小王约他去一家KTV 准备在众多老同学面前跟他表白 但是爬梯开到一半 小郭就听到了南方好友的吐槽 事业有成的黄金单身汉 干嘛要吃回头槽 小郭知道这是在内涵自己 心里不适的提前离开了 第二天小王坚持不懈的来送他上班 还给他点了爱心餐 小郭觉得小王这次是真的改变了 于是满心欢喜的和他在一起 但是渐渐的他发现 他的什么事小王都要管 甚至连下班干什么和什么人接触都要过温 禁止他和一起锻炼的跑友接触 最后还让他放弃自己现在的一切 和他一起去大城市生活 小郭觉得有点接触不了 如果五年前小王带他一起走 他一定会迫不及待的答应 但是最后小王却选择了抛弃他 让他一个人在原地等待 现在呢 他已有了自己的生活 小王又跑回来让他放弃一切 小王还想狡辩说 自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但被小郭提出了一个问题 听完小王的回答 小郭终于决定要彻底放手 是时候去过自己的新生活了 所以说男士们要珍惜眼前人 不要等失去了再来后悔 而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过去的遗憾放不掉 但当我们停下来回头看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时间呢是最好的解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